我現在要介紹用鼓刷演奏的SWING 重點不在於你使用哪一種形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形都可以演奏SWING 關鍵在於你對SWING這個聲音的理解 你用什麼形都可以有機會可以演奏出SWING這個節奏 所以說如果你只依照著形這個軌跡去移動 但是你移動的速度或者是折返的時間不對勁的話 其實出來的節奏不會是SWING 我們開始了 回到之前的基本型 我的左手是用的是一個順時針畫圈的方向 有人是逆時針都可以的 我的右手用的是一個反過來的C型 大致上是這樣 這是我們到目前為止這一系列課程所講到的 我要利用這個型來演奏SWING的時候 概念大概是這樣子的 我的左手會在第二拍跟第四拍做一個重音 位置大概在這個位置 整個畫圈的時候 我可能會說這個是2點鐘方向 實際上每個人的手的速度跟轉的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說有的人想要把那個重音做在12點鐘方向 或者是3點鐘方向 隨便都是可以的 那我只是做一個我的位置來讓大家做參考 1 2在這邊 我會用一個下壓的動作來做出重音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右手會是在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第四拍都有聲音 第一拍我從這裡開始 1 然後從這一邊鏡頭 再開始 2 一樣的 3 4 大致上是這樣的概念 我來一次喔 1 2 3 4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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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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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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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1 2 3 4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時間點 這個聲音我想要先做第二拍的後半拍就好了 事實上由於這個動作的規律你會發現一二拍的動作跟三四拍的動作是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我坐在第二拍的後半拍這個聲音也可以坐在第四拍的後半拍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先以第二拍的後半拍為主 我想要在第二拍的後半拍出現這個聲音 我會用右手的這個刷線的鼓刷來做 1 上來了之後 2 2 2 再 你會想到3就是再回去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聲音會在3再回去之前就會出現 注意看我怎麼做的 1 2 3 4 1 2 3 看得到嗎 我在第二拍的後半拍做了一個稍微向下壓或者說加速的動作 這時候會創造出一個比較明確的聲音 2 4 3 再一次喔 1 2 3 3 3 這樣子的概念 再一次喔 1 2 3 4 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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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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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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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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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 8 8 8 当然你也可以第二拍的后半拍 以及第四拍的后半拍都这么做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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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